雷尾聊四季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對上一索比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登出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藍方 Hila 選擇的是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前期經濟來說沒有說到非常好 但是隨著他的農田科技 每聲音集上去之後 史物吸大量都會多加一 這招就讓他後期的經濟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西西里人這個文明其實非常微妙 他可以打步兵 攻兵 騎兵都可以 基本上是全能文明 但是打起來不是特別強 這個是特別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不像中國阿 或是其他的像波蘭阿 或法蘭克之類的 就是玩起來會這麼的順暢 我覺得也是西西里人這個文明設計的一個原因 他的精英罐 十字經東征這個科技 對他來說一個實用貪命點 其實有點微妙 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該怎麼使用這個能力 所以玩起來這個西西里人 就玩得沒有那麼的好用 那我覺得這場沛拉有玩出一些比較特別的打法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沛拉會怎麼玩西西里人吧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後期呢 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存戰 前期來說工兵也不錯 但是他前期沒有馬可以使用 那馬的部分的話要用也是可以喔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能力喔 就一般的刺猴 而且他的這個騎士也不強 那比較還是會主要打這個刺猴的部分 不會去打這個騎兵 或者是直接打駱駝也可以 那伊索比亞的話我覺得他最強的地方還是他這個扭力彈射器 這個金冠科技 那他這個金冠科技到後期火炮啊投車喔 這個殺傷範圍實在太廣了 基本上跟這個波西米亞的榴彈砲差不多一樣廣的那種感覺 那伊索比亞的話還是比較偏重吃驚的一個部分 那打起來單挑來說其實也算並不弱 但我覺得他團戰來說發揮會更好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單挑的伊索比亞會怎麼打吧 我們先稍微來看一下這個伐木 因為以弓丁國來說伐木配幾個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通常會直接打弓兵的 那弓兵的話木頭都要配得很好 就要配四個人 那多至五個人 但通常我還是會只會配四個人 那直到你這邊打獵的人喔 肉類吃得穩定喔 吃得夠快的時候就可以再把一些人配去伐木 那這邊趕路趕得很標準喔 全部三隻鹿都趕完了 那待會這邊要圍架的話可能要想一下怎麼圍 可能會這樣子圍喔 直接圍到這裡 然後下面這裡圍到底 那後方部分可能就用石頭這邊連過來喔 連到TC這裡 做一個TC連仿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黑拉西西里 那西西里的圍法應該也是這樣 讓雙方稍微圍一下 那果子這邊可能要從這邊圍下來喔 讓這個高地盡可能在自己的地方圍內喔 那以黑拉的個性來說 他可能連圍都不圍喔 也是有可能的 啊最近有點像是 像Viper一樣的學習方式吧 故意不圍家 然後自己 用這個反應力喔 去練習自己的 應對騷擾的能力 這我覺得甚至是 點擊的玩家會常去練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自己 哪些地方不足喔 然後就會故意去曝露這些弱點喔 然後一直去練習去抵抗 那你就會很容易的喔 去學習到這個地方 該怎麼打的一個問題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也會有 對這個想法有這個感受 就是自己不熟的地方喔 多玩一點喔 就會熟人生巧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像玩這個愛爾登法門一樣喔 你女武神打了一千次打不贏喔 你打個兩千次 總會有一次打贏 就是這種感覺 只是 你要怎麼熬過這兩千次 就是自己的心態上的問題啦 好 那我們看到伊索比亞這邊兩棒棒出門騷擾 那這邊伊索比亞騷擾的一個地方喔 應該是他的果子區喔 因為他果區是比較好進攻的一個路線 好 那黑拉果然把這個高地想用危險 但刺手這邊 可能第一刀 但是沒有卡位 黑拉這邊的路徑 撤退路徑非常的快速啊 好 那這邊兩棒棒過來騷擾 基本上就是不會點這個裝甲步兵了 這邊要直接封鎖這一村嗎 還是要繼續往後騷擾呢 好 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步兵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動作了 好這邊 村民直接這邊跳甲甲 然後在原地蓋下射箭場 哈哈哈哈 好 那看到 最旁射箭場開局的 DS 這邊 中 兩棒棒 可能 做不到任何事情 就要下班了 好 黑拉這邊先按了一隻毛兵 待會應該還會再補一隻弓兵喔 那槍兵部分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按要不要按 那對方刺喔 還是活著的狀況下 還是很容易被抓掉 好 可能我按隻槍兵了 槍兵出來 戳個一下 哇很可惜沒戳到 只要是戳到的話 黑拉會比較好過一點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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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到村民沒有圍家 沒有圍的話 待會就可以再做騷擾 果然還是要圍一下 回頭打個一棒 給索比亞這邊按下了工兵 那一隻伐木都有點了 當然農田技術還沒有點 那以工兵國來說 前期的 木頭量消耗是蠻大的 要點這個一級農 是需要考慮的 但我覺得還是要先早點點比較好 雖然以前的META來說 是不點一級農的 那隨著現在這個META的改進 大家還是覺得一級農 越早點越好 就是一級農二級農 二級農 二級農 這種東西 當然是越早點越好 好 那前方的這個長槍兵 也是被收掉了 那目前黑拉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正常 一定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在 那很多人都覺得 欸CC裡既然有這個 農田科技的上的優勢 那為什麼不打肉馬 那其實我剛剛有說 CC是一個全能的文明 那像打肉馬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的長兵抗可 那工兵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也是蠻難慘的 而且肉馬現在還有這個棒棒要處理 對方Esobiyah也是轉出了一些肉馬 那現在最好打法就是 出點槍兵 然後轉點小弓加毛兵 去做防守就好了 現在他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要全力爆兵做進攻 而是要先防守 那防守的情況下的話 刺猴來說就沒有這麼的好用 雖然現在Esobiyah沒有出攻兵 但是以現在肉量來說 投資成本太高了 其實其實不太好做這種投資 現在最好打法應該就是 出點槍兵 毛兵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一級射 可能要先補下 好 這邊聰明先過來爆打一波嗎 結果Esobiyah先點一級射了 哇 尷尬了 完蛋完蛋 黑仔這邊被弄到有點深苦法治理 好 終於點一級射 有一級射之後 這個毛兵就可以稍微抵抗一下對手的工兵了 這個兩個棒棒還是蠻反的 這個有機會還是要處理一下這個棒棒 要這個棒棒不處理 自己的槍兵就很難上前污腦了 當然對方的工兵也是要做處理 不然這個工兵也是很快就會解決掉 雙槍兵的部分 果然石頭上前打了一波 對方的工兵控的很好 DAS這邊控兵控的很漂亮 好 四隻工兵直接開射村民 看這邊有點小小的微... 低處有點危險 好 下方毛兵 盡量點 但是一直沒有點到 槍兵囤了三隻應該可以了 這個可以直接上前A了 輸量夠多了 好 毛兵上去點 終於點11隻工兵 毛兵直接上前無情亂插 插死了兩隻嘛 三隻嘛 工兵全解掉 OK 槍兵再往前破一下 OK 破來搞定 好 那黑仔這邊就沒有投資太多肉 你看這個肉量庫甩還是很多 到時候他這邊轉馬就 還要再投資175肉 然後再耗費大量的這個肉 去解掉 其實是不太划算的 最好的解法就是 全力按這個毛兵跟槍兵就好 那基本上不是 不是只有西西里可以這樣打 基本上你單挑 只要遇到這種情況 對方有棒不棒 有這個肉馬 有大量工兵的時候 盡量嘛 就是這樣去做針對 好 不要想用這個刺猴 去打對方的工兵 那你這樣一打的話 很容易就會打輸了 而且還會 投資太大量的一個資源 在這個防守上面 當你升級的部分 可能會出現蠻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兩隻刺猴應該可以拿到一村囉 床完兵第一時間能救到嗎 來不及 果然還是倒了 好 那目前黑仔打得還算是偏保守的 好 畢竟還沒有完全出門 好 這邊都出門了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好 那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補了一金龍跟一級挖絕金 這一級絕金在這個時間點 點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通常你上城堡時代之後 一級絕金很容易忘記點 所以你可能在大戰的時候 很少回去點這個礦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習慣性 就上城堡時代點一級絕金 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結果這邊黑仔把這個一級絕金給取消掉 去點這個一級遠方 接下來針對對手的一個 攻兵路線 可能第一時間還是會去升這個毛兵吧 好 升毛兵不錯 黑仔這邊在存點肉 可能是要先升級這個戰毛 看到對手有這麼多毛兵的情況下 伊索比亞這邊轉出了歧視啊 但是我記得伊索比亞是沒有這個 品種的 這個沒有品種這樣打 不知道是不是會出死啊 還是他有品種 然後只是沒三把 這樣右上角我這邊被擋住了 我看不著 應該是沒有品種的啦 印象中你鎖比亞是沒品種沒三把 所以他的馬特別爛 好 那看起來這邊 戰毛兵應該是可以收完 這邊還是要點戰毛吧 你沒有多毛兵十九隻 哇靠黑仔這個毛兵按到爽 按了十九隻欸 確定過多了 好弓兵雖然解釋很漂亮喔 但是對方待會喔 這個騎士一過來 這些戰毛兵可能會很尷尬 只能被壓在地上打 好像這樣子 所以追著打 毫無反手之力阿 好戰毛兵果然三級一下了 那一級絕技 還沒有補上 那這邊可能要思考一下怎麼打比較好 那目前黑仔的一個走向 還是比較偏防守類型的 沒有想要主動進攻 那這樣會顯得其實黑仔有點被動 其實這種時候不太好 我個人覺得 你出太多的防守兵種 打到後襲喔 很容易在這個中間喔 你被對方一直騷擾 消耗大量手速喔 沒有辦法好好的龍 然後被對手拉開一段距離 但對手也是要 面臨著這個 用大量軍事單位喔 去跟你做交換 很容易把自己的經濟搞蹦喔 所以黑仔現在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守住正面 然後開下更多TC 轉出更多經濟喔 二級農二級目 對沒錯就是這樣子 好待會再補個輪走 那這樣子的話 對黑仔來說 是比較沒那麼傷的一件事情 好那如果進來要防守的話 那這邊瞭望技術 城鎮瞭望 就要趕快去點下了 點下之後 防守呢 你應該會有大幅提升喔 哇這個村民只見拿全號反殺騎士 加上TC的傷害 這個 第一時間防得很漂亮 好那3TC補下了 結果伊索比亞這邊打強軍師的關係 到現在連一個TC都還沒補下 這個就是我常說的喔 世紀力果是一個經濟遊戲喔 並不是 你軍師越強越容易贏喔 你軍師要強 也要看你只有這一波強還是 後面也是跟著很強 那你只有一波強的話 後面就落差 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除非你打什麼賽爾特職程 特殊戰術喔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一般的情況來說 你經濟還是要持續保持喔 後續繼續有兵出來喔 你查偶可能去抵抗對手 不然不太可能 你一波就可以跟對方幹到底 我被對方拆機 那就另當別論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 世紀力果是一個經濟遊戲 只要對經濟有概念的人 玩這個遊戲 基本上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反正是有一定的實力在 然後這邊投車 找得還不錯 兩方都砸中了 我就知道 因為這邊DS有點預判他的位置喔 這時候提地板的方式喔 不是硬點對方站毛病 這邊黑拉的側退路線 跟閃頭側的石頭路線 他都已經想好 他可能會躲哪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往那地方砸 這個地方就是 他可能覺得他會往前走 就往前砸 這邊直接砸生女 哇 砸掉兩隻 黑拉這邊有點血虧喔 毛病已經被換了一半了 反正有快要二十隻的戰毛病 現在只剩下十隻 那騎士數量喔 現在是很輕鬆的 可以上去全部A掉的 但是他這邊打有點太保守了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要讓全部的騎士 上前前掉 然後把這種騎士給解決掉 然後投車繼續往前喔 開始砸這個TC喔 只要能換到一個TC就很賺 但這裡有個BK在防守的關係喔 所以DS也不太敢這麼容易的上前 去投這個TC的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工程器製造手 蓋的位置很重要 你只要能蓋在這種類似高低的地方 溢出來就是高低優勢 跟對方投車互換 基本上是有優勢喔 也可以嚇阻到對手的一個效果 好這邊空兵 折一波 換個一村吧 一個一村 兩村 一個兩村 算了 好那最近喔 我的影片其實 音效部分一直有問題 我一直找不出來是什麼問題 因為我自己聽聲音其實蠻小聲的 這個背景我聽聲音 但是錄起來聲音就特別大聲 然後稍微研究一下 好像是我的錄音軟體喔 他有時候會自己智障智障的 跑去用其他的麥克風 像什麼視訊麥克風啊 他會自己開啟 然後物文會把我轉換 甚至連物文都沒有我 就直接給我用到這個視訊麥克風 所以導致有些影片的聲音喔 會特別小 那我剛剛track了一下喔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的麥克風應該可以正常使用 那如果有暴音的狀況 或是音效的問題 那就麻煩跟我告知一下 因為 有時候我自己聽喔 這個聲音聽起來就蠻正常的 可是 錄完拍完上傳之後才發現 欸 怎麼聲音又跑掉了 呵 因為前期的聲音 跟中後期的這個打鬥聲音喔 會有混在裡面 所以會造成一些講話的聲音喔 跟音樂上面的方便 會有一些小小的 誤查 所以導致 這個聲音喔 有時候錄得不太清楚 好 這邊騎士上去貼 來不及受到一隻老頭 直接躲得進去 這邊照下 欸 這邊是點了什麼 沒有點救贖師想 哇 又砸到了 還有這是高地喔 沒有損失那麼嚴重 哇 DS這個預判戰矛的撤退路線 其實蠻漂亮的 好 那這邊 DS 一手必要直接開錯的CPC 開農喔 我們來打個一波 沒砸到 好 CCD 可以啦 這邊點下地龍時代喔 這邊升級速度相當快速 好 這邊可以點了 有修道運跟BK喔 是可以升級的 可能現在馬上應該控定喔 沒有時間 去點這個地龍時代 好 點下地龍時代升級 3分04秒 好 這邊應該是兩邊的開農旗 稍微加速一下 其實上地龍時間都差不多喔 其實我比亞這邊只賣了十幾秒而已 呃 這邊是個TC 開農 黑辣也是4PC 農的程度差不多 兩方經濟實力是 不分上下 這邊兩邊複雜 村民 唉唷 村民那個僧侶有點危險 我覺得黑辣怎麼有點在送啊 不對耶 你沒有槍兵 然後對方那麼多騎士 你上來 肯定是要送的耶 呵呵呵 黑辣這一波送光嘛 雖然也換掉對方的頭車喔 但自己的單位損失的更嚴重的感覺 那目前不確定喔 現在黑辣要打什麼兵種比較好 對方這麼多攻兵情況下 可以考慮出這個 呃 戰毛兵 搭配這個西西里的鎖子甲騎士喔 那如果是要打 西西里鎖子甲騎士的話 經濟要再好上二點 那馬就待會要再補一下 馬的科技也沒補 所以我現在有點看不太出來 現在黑辣到底要 要往什麼方向走 現在西西里有兩個方向喔 第一個是 移上電龍時代 打這個十字軍東征 然後蓋下第5TC 5TC直接爆出25個 大金特衛隊喔 去做攻擊 那這個戰術來說 比較早期的玩家會這樣做 那現在好像比較少一點 大家還是會等三公三房 5TC需要集戰力的時候 再去點這個十字軍東征 這科技 什麼時間點也是蠻重要的 欸這邊有大量的 關刀勇士喔 在這邊做騷擾 還卡到了一村欸 這邊第一時間補下是集兵喔 那看來 ES這邊應該是有預想到 對方 黑辣是會打一個 重裝 騎士 左指甲的一個騎士打法 先預判對手 然後先出集兵 但沒想到 黑辣這邊三級的是 公兵路線 這邊再生奴兵 還有三級射 那我剛好說喔 其實基本上是全人的文明 打公兵里爾是有奴兵可以用的 好 那這邊 彎道勇士16加1攻 防禦0加2 0加2 防點下 彎道勇士這個單位 一直被我預稱 也不是預稱喔 有點被我一直戲稱 他是玻璃大砲 但他攻擊力比這個遊俠還要高 但是他血量非常低 可能血量不到遊俠的我 5分之1 之類的 鬼想180 然後這個45低 好像有5分之1 有10 有10 其實有4分之1的血量 但還是偏少 這個防禦都是0 0加3 0加4 基本上是沒防禦的狀況 好 好 這邊就要點一下金瑞薩金特衛隊 然後化學強奴 看來這是要打一個神經東征了嗎 要來東征一下嗎 來傳教 武力傳教 好 好 謝謝家裡 開始有這種 帝國的感覺了 插爆一堆 城樓 開始守邊境 開始要來把自己的邊境重大起來 好 玩到勇士 玩到勇士這邊持續的 在到處巡邏 開哨戰 讓對方控圖 沒有辦法控的太舒服 好 護衛技術點下 二級防 然後薩金特衛隊出了兩隻 好 這邊總共看到守隊側沒點 趕快補一下經濟 化學點下 化學點下 那現在E-Sophia出什麼單位都很尷尬 出這個奴兵強奴 會被對方的鎖子甲騎士Counter 同時也有可能也會被對方的鎖子甲 不是鎖子甲 這個CC裡 薩金特衛隊給 逆轉 所以這邊最好的打法 應該是趕快點出這個扭力彈射器 去做一個Counter動作 畢竟你只要出扭力彈射器 再出火炮 對方出薩金特衛隊 或是出這個 強奴 都是可以 做逆轉動作 甚至可以打爆對方的巨型頭戲 那對方如果出騎士的情況下 你可以出這個騎兵 去做抵抗 那忘記講到這邊 這邊包了 起來 哇這一波包得不錯 應該可以收掉全部的單位 哇這邊沒有直接硬打 那可能自備追著打 後面的防守來得及救援嗎 這邊是高地應該要退了 退一下退一下 那順帶一提喔 CC裡的騎兵 陸地單位都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像這個薩金特衛隊 本來是會被火槍Counter的 但他有這個傷害解密沒關係喔 所以被火槍吃的並沒有那麼痛 那他的騎士也是喔 左支架騎士遇到疾病的傷害 騎士也沒有那麼高 這邊點下了黃乳血脈 這個什麼什麼 看來他要一秒出四隻 彎刀勇士了 好 突破 打了一發 哇 倒一派 但是這邊是有點像牛力彈射器的嗎 對 看不太出來 好 點下了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來了 薩金特衛隊 直接爆出兩百人口以上 兩百二三四 這個是CC特有打寶第一波 把人家帶走一個打法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很難得會看到有人這樣打出爆兩百人口的打法 只有高手會這樣打 好 那這邊總共數量有點多 超過五十隻的薩金特衛隊 而且每一次的防護率都有遠防八 近防七的一個傷害 的防護力 攻擊力還有十五攻 這邊擋這些黃乳血脈的 三刀勇士喔 應該是錯錯有 不過後方的火炮其實就顯為尷尬 因為對方步兵實在太多了 只能被追著跑 這裡四死的回頭打個一發 混比較好 這邊有回頭打一發 很飽 欸 這邊居然有兩隻三隻跑到後方 這邊可能趕快再投一下 在這邊黃乳血脈的效果出現了 這邊萬刀勇士升級生產速度有夠快速 呵呵呵呵 突然就捕捉一堆彎兜勇士反打回去 哇靠 這個音手不要 原來黃乳血脈是這樣子用的阿 這個我真的是 沒什麼用過這個科技阿 看起來他用的真的是得心應手 第一時間爆出了這麼多的單位出來阿 做一個反殺 搞得第一次 十字運動真的好像沒什麼效果 OK阿是不是按錯了 按到火箭 我左邊科技是打 箭塔打海 打這個戰劍特爾外傷害的 他是不是點錯了 這個地圖沒有海 呵呵呵 可是K拉想要分數勸退對手 欸 我分數超高 我點超多科技 至少是投降 有沒有可能 好 我們黃乳血脈效果 其實還不錯 打這個CC的 滿兩百人口戰術 抵抗效果確實不錯阿 看他這邊也是消到非常大量的黃金屬 去擋住了 那莫然我4攻擊力22攻阿 傷害真是蠻誇張的 尤俠是18攻阿 哇 他直接基本上就比尤俠還要 就跟一樣高了 然後這邊還在多4攻 來西西里的薩金特衛隊 像蟑螂一樣阿 然後近遠防都很高 都很難打死 在黃乳血脈面前阿 好像這個防禦有跟沒有一樣 這看起來是沒有點這個扭力粉射器阿 看我沒那麼保護的感覺 這邊點一下這個攻城攻城師 上方小打小鬥 這邊到處都有他的特殊劍塔 城樓 城樓的血量是非常誇張的 你看2000多滴 隨著時代的變遷 血量會越來越誇張 所以西西里打登陸戰為什麼那麼強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城樓比較耐扛 比耐扛坦得夠久 就比較好登陸 所以我們看到團隊島嶼 西西里登場的機會其實蠻多的 畢竟他打登陸戰真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這看起來是有點扭力彈射器 這個要小心喔 被火炮打大喔 可能會頭破血了 好 現在才點啦 我想要記得好像他沒有這麼的 沒那麼窄這個範圍 現在終於點下E.Sophia的 黑科技阿 扭力彈射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火炮怎麼秀了 那現在E.S要打贏黑拉的唯一方法 就只能靠這個扭力彈射器 好 正面重點 點下鎖指甲跟品種 開始轉出馬的科技了 那當然黑拉應該是要轉出鎖指甲騎士阿 那鎖指甲騎士打這些彎道勇士會不會好用 我其實有點不太確定 但是現在要解決 這些火炮的話 騎士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黑拉決定在上面做一個強攻 但是電話道勇士還是擠掉了非常多的挖石 就下了拇指環跟三級的弓兵的練甲 這個練甲技術好了 我應該是要轉一些戰矛吧 這個沒打到欸 插邊球 好 這邊打出了一個洞來 煞金特務隊直接殺進去 蓋城樓開始做進攻 這就是西西里人最麻煩的地方 他的煞金特務隊是可以蓋箭塔的 邊進攻邊入侵 邊戰地 非常麻煩 好 重點是這邊這邊 這邊要怎麼打呢 第一時間火炮要去打對方的強怒喔 踢地板 喔 踢到一些 哇 你看這個範圍 還是有打到一些 哇 後面的強姆直接倒了一台 強姆直接做一個對射 好 打了一波 OK 後面的強姆全部被回範圍解決掉了 正面的鎖支架騎士 也被彎刀龍師加疾兵全部解決掉 非常漂亮 但是後面家裡已經有點被 受到騷擾了 這個鎖支架 這不是鎖支架 這個西西里的大金特務隊 正很難纏 直接走進去一開始插箭塔的母方面 呵呵 不給面子的阿 好 這邊直接插一個高低箭塔 不錯不錯 好 蓋好金塔 靠命實際做個反擊 但是兩邊鎖要扣得很快 這個金塔已經是要拆掉了 好 趕快進去砍個幾刀 我一隻咧 好 包夾一波 打得不錯 終局掉了 回到正面 正面這邊 陪打第二次直接軍隊 這次帶了五個巨型投石機 要來正式攻城了 但對方的疾兵數量開始也多了起來 而且還有萬刀勇士 左指甲騎士 能夠抵抗這些萬刀勇士嗎 還有這些疾兵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 直接被戳爛 唉唷 很難躺耶 可是有抗住一些疾兵的傷害 哇 其實果然後期還是要套吃個騎士 抗住正面比較有威力 但這邊軍隊從C5台被拆到剩2台而已 以DS的視角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成果 這時候有先趕快解決掉3台巨頭 這樣待會被攻城的壓力就其實沒那麼大 那這邊應該是有機會 再稍微做一下抵抗 雖然上班這邊已經被入侵進來 而且金礦沒辦法好好挖 只是對他來說是比較上的事情 因為這邊其實還有大約快要1000多黃金 沒辦法挖到其實有點虧了 那如果不能挖黃金的情況下 可能要趕快按出更多垃圾兵 做一個抵抗 火炮部分 用這個生物或是買賣 去買出一些火炮 去打對方的戰毛兵 會比較好 這邊果然應急出了一台火炮 這個劍塔打得有夠痛 好 班長我是過來解一下 正面兩邊都在超恰恰 變成垃圾兵大戰了 CCT這邊大量的一個弱馬 然後後方抓到火炮 那火炮後方有非常多的疾兵在做防守 非常漂亮 正面也是再次抵抗成功 OK啊 這邊肉量其實有點多 這邊全暴落嘛 應該也沒有太大問題 可能後面有戰毛出去輸出 打這些疾兵喔 效果正面抵抗還是不錯的 而且彎道友是被戰毛打也是很厚 戰毛本身有7攻 那彎道友是本身只有4攻 被打下來是有3攻 而且本身血暗版就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黑塔現在出大量的戰毛軍 然後由這想辦法 去把對方的火炮解決掉 可是CCT基本上就GG了 好 那黑塔這邊繼續轉輔工兵來 哇CCT就是 騎士工兵 戰毛 護兵 都能打 全能的穩冕 他就只有工程器 沒有什麼太多特色以外 基本上三斗單位都可以打 後方又繞了一波騎士 什麼騎士喔 這個騎 這個騎騎兵在後面喔 到來還是挺有機動性的 那黑塔還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複這個過程 正面拉大量的騎騎兵過來 然後後方用 少量的騎士兵去燒了農田 跟伐木區的村民 那這樣一來一往 就可以開始消耗對方的經濟 最後只要一沒有黃金 完全歸零的石頭 就是黑來的密團的時機點 好 這邊有點在鬆喔 騎士兵繼續在找地方打 但是其實 伊索比亞這邊防守還是不錯的 級兵也是到處奔跑 有沒有說我把完全兵喔 都是趴到前面 這邊想要再過去打個一波 但是這邊級兵雖然能夠扛住嗎 感覺有點不太夠 這邊級兵可能要被解光 幹嘛不要撤退 火炮本身 好像也送光了 沒有火炮了 有一台在這裡 這邊要控好火炮 鎖住火炮喔 伊索比亞就還有戲唱 沒炮 往前走 躲掉 哇 火炮倒了 沒了 比斯索比亞 虛了 沛拉人頭也是持續下降 155 有點全部耗完 這段遠爆開 黃金直接歸零 也不會再繼續跳動了 黑大這邊有足夠的足蹤權 打殺了繼續 哇 沒人死有點可惜喔 兩邊都是頂尖選手的對決 最後還是被黑大拿下的勝利 那我們看希西 這邊經濟來說 確實是好上一層樓 這個食物的獲取量直接多了一萬 所以他本身就是要打步兵跟騎士兵文明 弱量版就會多了 但其實更多的是 阿祺是打了這個攻兵路線 這個攻兵戰矛 他出的攻兵其實也很多 所以弱量這個獲取量 這個讓西西里本身的科技 就是有這個加成 所以版弱力就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很明顯 這個曲線圖真的蠻漂亮的 經濟基本上是全影 伊索比亞的弱點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講到 基本上他是沒有經濟加成的一個 文明 他只有生時代的時候 會給你100肉100金而已 在前期來說是不錯的 但越到後期 他這個經濟 劣勢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才說 他這個後期比較適合打團戰 因為後期可以跑貿易 但你有貿易的話 經濟上本來就不會太差 你只要有黃金跟木頭 出一大堆火炮跟頭車 就足夠殺傷力 那伊索比亞在單挑的情況下 往往都是沒有黃金 跟經濟導致輸掉後期比賽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